早上出门买菜时 老婆说天天都是肉 今天能不能不吃肉 这么小的要求 肯定要满足它啦 顺便自己也该减减肥了 买了点莲藕洋葱切红椒 来做过开胃小炒 今天单独买了一个红椒 才发现它原来是那么贵的 这么小一个要3块钱 问一下老板娘 她说18块钱一斤 现在的购价 真的是让人受不了 莲藕的皮 我们要把它削掉 这种是脆藕 吃起来很爽口 削好之后再给它冲洗一遍 清洗干净后 把莲藕改刀切丁 切好放一边备用 切红椒先去地 再给它剖开切片 洋葱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有半个就够了 同样给它切片 再准备四半蒜切片 最后来把提前泡好的木屋给清洗干净 把它的地摘掉 锅中烧开水 加上些米醋 加入我们准备好的莲藕和木屋 给它焯一下水 莲藕焯水加入米醋 是防止它变色 水开再次给它烧个两分钟 时间到了 关火把它倒出控水 锅中下少许油 倒入蒜片爆香 蒜片爆出香味后 倒入我们擦好水的莲藕和木屋 来翻炒两分钟 接着加入切红椒和洋葱 炒至断生 炒至断生后 加上好水的米醋 也可以来点盛醋 再加点生葱 不量的盐 和一小勺的白糖 把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 淋上少许的水淀粉 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好了 关火出锅 一道美味的家常小炒做好了 爽脆开胃 营养也特别丰富哦 肉肉吃多了 来上一盘 解腻又解馋 爱吃蔬菜的你也来试试看吧